- 走 走 人次成本跟房租水電加起來 一個月至少要花八十萬以上 我一個月的開銷這麼大 那五月 六月 七月都是 基本上是零收入的狀態喔 如果是以營業來看 我們大概掉了八成 如果用現有的配置 其實不過就是兩個月的事情 在停止營業的這段期間 然後大家就是稍微共提時間一下 我們還是有給薪 可是就是給他的薪水的一半 讓他們在家裡面休息 疫情一開始我就已經準備好 自己可能三個月或半年會沒有薪水 我有兩個員工已經跟我六年了 對 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把精準花在我身上了 對 就是當然還是會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撐 大家也可以一起撐過去 然後這個是我們昨天晚上發出 我們目前的目標的目標 然後店家是真的有可能在這個疫情會消失 這件事情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緊 有一天我跟魯郭大哥在通電話的時候 那他直接告訴我說 就是其實他剛算完這個現金 然後可能只能撐到 然後直七月或八月就撐不下去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付出行動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就開始了這一波 咖啡募集成因婦的活動 我們是一個禮拜一 每一間咖啡館跟一個醫療院所 用這樣的方式幫這些咖啡館 可以延長吐光跟募集的時間 辛苦了 謝謝 所以總共用單一張呢 對 三張 那我們就坐在過去 雷露公站 然後我們在這邊也謝謝 在台灣其實有很多人 是很喜歡喝咖啡的 他們可能都跟我一樣 有這一個信念 想要幫助醫護 同時又想要支持咖啡館 我做一個這樣子的平台或活動 可以凝聚大家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我們其實是集資 然後有台灣各地的民眾 特別叫做活動 這是我幫大家手寫這個小卡 哇 好有心喔 我們可能都算是網路的世代 但是包含這次活動 在推行的過程中 我覺得關鍵還是人跟人的溫度 人跟人的溫度打造了咖啡的溫度 所以這次的卡片會希望用手寫 也是希望可以傳遞出 這樣子的一個溫度 這個是我給他們的手寫卡 為了要做這個活動 他已經清智到快度去找我 咖啡館就像醫院一樣 它是一個心靈的療養院的概念 我會希望客人走過去的時候 看到這盞燈還亮著 他還有一個希望 這間店還在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是有一些消費者 他們就是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很想要盡一份心靈 募集的活動 我們這一週結束之後 其實還是有一些客人 他們看到之後 發現我們是不一樣的商品 就也有 詢問度也變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給我們的幫助真的很大 論事實在對醫護的角度上面 因為當然如果沒有今天他們在前線的話 我們或許現在連開都不能開 可以有這個機會 可以剛好跟這群那麼多的 就是幕後的善心人士 能夠剛好媒合在一起 我覺得自己的產業很幸運 對這個社會要有一個期待 就是可以恢復在疫情前的那種日常的一個光景 就是它不只是功能性的東西 而是讓大家透過某一種休息或BREAK 你可以回到自己 除了單純的捐獻掛 包括有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大家能夠集合更多的力量 去共同的完成這件事情 它是很正向很很善良 而且它滿足了某一部分的需求 那這件事情是真的很蠻有意義的 三、二、一 阿姨 翰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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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